大家好 我們是 那今天是我們的新企劃啦 做料理來抓住別人的胃 那就由我們一開始第一集 有我們這兩個完全不會料理的臭男生 不是料理人 沒有料理魂的人來做料理 完蛋了 那在我們開始講料理之前 麻煩先訂閱我們喔 我們的未來企劃就是 由一些人來PK做料理 然後來抓住我們評審的胃 對 因為我們說這個 要擄獲這個女生的芳心之前 要先抓住她的胃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評審就是想想 要怎麼抓住我的胃呢 你平常喜歡什麼 對 你喜歡什麼料理 我喜歡吃麵食 還有喜歡吃比較辣的 完蛋 我已經開始黑線在跑出來 那應該很難嗎 麵食對我來說就是泡麵 你才泡麵 好啦來到我的料理時間 其實我這一道這個料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名字 就是自創料理 大雜慧 大雜慧 等一下你要抓住我的胃耶 我相信這個東西 是真的好吃的 應該是有辦法抓住你的胃的 那你幫我選的名字 紅喜菇佐 玉米筍佐 黃蘿蔔 因為香香本來就是比較喜歡吃辣的口味的 所以我就是有準備這個黑胡椒的東西 那放在裡面呢 一方面可以提味 一方面就是也符合這個香香的口味 那我們開始吧 好 現在就是進行一連串的這個食材處理 吃屎 你可以吃一根 對 摄屎紅蘿蔔 最棒 為什麼你的玉米要摄屎的啊 這樣咬起來的口感比較舒服 我不是很熱 我雖然是精湛 但是今天沒有 切 哇 我第一次看到他這樣切耶 你覺得是意外的好還是意外的糟 非常香了吧 好啦 接下來進入料理程序啦 現在先讓奶油在底下呢 就是讓它抹得均勻一點 等一下東西上來呢 就會同時有香味 而且不會燒焦 咬地 接下來呢 我要先爆炒的紅蘿蔔 有啦 有帥 喔 有帥帥 好 接下來下我們的菇果 小紅蘿 對 菇果 接下來呢 我會加入一點點的水 就是主要是讓它呢 可以均勻一點 像下面就會有一些金黃色 加上這個我剛剛 所針對這個香香口味用的這個黑胡椒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 覺得黑胡椒加這道料理 其實很搭 真的很舒服 喔 感覺很好吃 很棒 真的很棒 甩鍋甩得很漂亮 好帥喔 好 開始有一點味道出來了對不對 加一點點的這個鹽巴 好多喔 這道就叫做 菇菇害你勝虧 好 其實這道料理非常非常快速 已經差不多將近完成的階段 整道我只能吃玉米筍 還有黃蘿蔔 這邊做一個 這邊做一個 這樣呢它就形成了一個笑臉 好 謝謝 好 換人 這道紅醬的義式香腸 義大利麵 這道我喜歡吃紅醬 我觀察你很久 那這個 義大利麵的洋蔥 基本上就是拿來爆香用的 切丁而已 很簡單的算法 如果你要煮一人份的話 你就手提一個O OK 你圈起來這樣大概就是一人份 這樣差不多就是一人份 而且就是一個男生的份 差不多 那爆香的原則就是洋蔥炒製金黃色 這個洋蔥的顏色如果變成透明的金黃色 基本上那個時候就OK了 然後讓它遠離火源 放在邊邊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要開豬絞肉 這個量有點太多 基本上就是抓一點點部分就夠了 所以呢大概這樣子差不多 有點太多 先這樣 然後記得要剁開一點點 基本上這個豬絞肉其實不用找到全熟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下番茄醬 個人並不喜歡太稀的醬 我會覺得很廉價 所以通常我都會喜歡是比較濃稠一點點的醬 那兩人份嘛我就下個四大瓢 最少最少先四大 五大瓢 差不多啦相信 那像這樣子會有點太醜 會很像是麻婆豆腐 所以我們會需要大概半杯的水 然後半杯水因為它會煮嘛 所以就把這半杯水煮到沒有收汁收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意味著它剛好 好 下 欸 掉了 又一個叛逃 欸 漏網之場 我覺得晚餐就是放這兩道菜就簡單 因為香腸本來就熟了 它是一個再製品 它不是像豬絞肉這樣生的 就不要太早下 以免它爛掉 那還有另外一種比較麻煩一點點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希望再香一點的話 你的德式香腸丁可以先炒過 簡單的試一下它的鹹度夠不夠 後味很淡 因為它前面竟有那個番茄鹹 所以呢我也會主張 洗腎套餐 我記得它 吃完今天這兩道菜我還洗腎 然後呢 最重點來了 羅勒葉 義大利香料 然後呢 因為香香喜歡辣 所以這邊有個匈牙利紅椒粉 先下紅椒好了 下這個 讓它有一些些 哇靠太辣太辣了 因為它是紅椒粉 它不是那種什麼什麼 地獄大鬼椒 所以其實還好 香腸丁好太大量了 香腸世界 不會啦 對有點像是我把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丟進去一樣 起鍋 那因為我不是專業了 並沒有很會擺盤 我們就試液一下 被香腸地獄佔據了之後呢 我們先撒義大利香料 好 這是簡單提味用的而已 所以不用太密密麻麻 這樣就好了 最後羅勒 好 達爾的蝦腸料理 香腸地獄 好啦 成品出爐了 好期待喔 你的叫做 你的呢 香腸地獄紅醬義大利麵 好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你的評選階段 來你想先從誰開始吃起 我先吃義大利麵好了 太好了 蝦圈在我 我蠻想吃吃看的 不差耶 正面的硬 蠻好 然後醬 我覺得其實蠻剛好 不會做的不行 嗯嗯嗯 有試試 這香腸真的太多了 對香腸地獄 香腸地獄 我們再來換美包的 還有 你要想像它是熱的 喔它是熱的 還沒有到冷啦 還有一點溫度啦 我真的好奇我要吃個玉米醋 因為我不能吃菇 好 你這盤看到我就痛風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真的放了一陣子了 可是它的黑胡椒搭配是對的 嗯 它的胡椒撒得很好 黑胡椒真的是整盤的重點 對 蛤 哇我怕傷到一個人的心喔 不會啊 它很堅強啊 好 我覺得各有優缺點欸 講一下啊 講一下它那盤那個缺點 給我講一下 沒有啊 沒有 這盤呢如果就是玉米筍跟紅蘿蔔 如果再多一點點的話 然後再熱一點的話 就會比較好吃 嗯 這盤義大利麵呢 如果就是香腸少一點的話 紅醬再多一點的話 也會這麼好 然後優點的話就是 這真的不差 真的還下得了口 滿好的 這盤呢就是黑胡椒 這整個就是很對我的味 嗯 所以我要做抉擇 今天如何我餵的一個料理呢 就是 一代五 對不起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 因為這是主食 然後這是一道料理 所以差別在這裡 真的不差欸 我在吃的時候 我要加點薪水 我一個月多你兩萬塊 如果大家未來還想看我們 就是嘗試什麼樣的食譜 什麼樣的料理 對啊 或者是 讓我們來擄獲誰的胃啊 就是留言下面讓我們知道 影片結束啦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我們的日常生活 有什麼影片都可以留言 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結束 拜拜 耶 我們終於對啦